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大家蒙耶稣的祝福身体健康 我们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所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让美好的机会 可以起身 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 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以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在爱子里的蒙救赎 罪过得已失眠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四节 告诉了我们说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蒙耶稣的祝福 祂救赎了我们 所以得蒙救赎 表示我们的 暑假已经被父亲 换句话说 我们欠债 已经被 被我们的主耶稣 父亲了 因为亚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中 违背了神的命令 而犯罪 人被卖给了什么呢 魔鬼 人被卖给了什么呢 这个世界 人被卖给了什么呢 就是 我们的罪 死到我们 什么呢 罪的工匠还是死 死亡 所以我们呢 无可要救了 没有人可以救我们 那耶稣呢 来到了时间 祂是 道成肉身 神变成人 来到了这个世界 来救赎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吗 我们中文经常说 人啊 我在这个世界上 难免要经过 生老病 那结果呢 我们身体呢 生病 救主 临到了我们身上 我们的灵魂 也 什么呢 也不像了地义 然而 圣经说 主是 好母人 所以 再一次的 人 这个四个生老病死 是不能够避免的 但是 神呢 很爱我们 祂 救赎了我们 当我们接受 好母人耶稣 为我们救主 好事情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道解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 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耶稣被钉死在十架上 为我们的罪得到释放 付出了代价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说 那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的义职 耶稣呢 背负了我们一切的软弱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职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是付出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付出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 所以 基督来 他是付出的 他是没有犯罪的 但是因为他爱我们 他乐意的死在十架上 来代替我们 基督就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的脱离 就输出我们脱离立法的咒诅 因为经常记载 凡刮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在加拿大书第三章十三节 所以耶稣受咒诅 是为了我们 从咒诅中救赎出来 因此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救赎主 罪才能得到释放 疾病才能得到医治 咒诅才能得到破土 但许多人仍然被魔鬼呢 辅助 正在咒诅 绝望和痛苦中挣扎 所以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得势 免了付出的代价 所以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不必继续做魔鬼的奴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救赎我们 为了要赐给我们自由 为了要赐给我们什么呢 新生命 为了要给我们什么呢 有新的盼望 这个世界没有盼望的 世界 往下什么 死亡 所以当我们 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子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 我们的思想会被改变 我们中国人 这快过年了 我们中国人 就是希望每一年 平平安安 喜喜乐乐 在过年中 祝你新年快乐 然后呢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人啊 就是没有能力可以做得到的 唯有靠着这个耶稣 我们才可以得到 心灵里面的平安 灵分明里面的平安 我常常说 当你拥有耶稣的时候 你的生命呢 就充满着什么呢 喜乐 你的生命呢 充满着什么呢 平安 你的生命充满着什么呢 充满着什么 满足 所以知足常乐 这个计划 当我们拥有耶稣 成为我们救赎子的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 叫做知足常乐 乐在主里面 所以在过年 在这个新年 农历新年 我们还没有庆祝的时候呢 我们来记得 我们的耶稣已经救赎我们了 我们要让以前的过去的 不幸福的往背后扔掉了 不要再看了 往前面 抓住耶稣的手 主啊 我爱你 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 主啊 我要顺服你 因为你已经 代替了我 被 受咒诅 我爱你 主耶稣 每一天都要这样子 那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呢 就充满着喜乐 充满着什么呢 祝福 好 我们去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这么疼我们 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明白主 你是 祝福我们的神 你是 来 来赐福给我们 来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血上感恩 祝福我们的神 优 Floyd closing 我的嘴唇 Francisco 我的嘴唇 长海 我的口别穿揽 赞美你敬拜你莫主 一切忧伤乐力 你也比不轻看 忧伤同为你的安慰 主我求你 为我造情节的心 是我一面 重新有真实的你 不忧伤我 你还莫莫主 我的嘴唇张开 我的口边穿扬 赞美你敬拜你莫主 一切忧伤的力 也比不轻看 忧伤同为你必安慰 主我求你 赐我得救喜乐 是我里面 有着扶持的力 你去叫我 你为我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